那也有人问 那我念佛要念多长的时间 我才能有这功夫 根据过去现在 念佛成就的这些人 我们细心观察 大概三年 你说真不难啊 这三年怎么念呢 就是烦恼一先行 马上就压下去 就这个念法 你认真训练三年 烦恼就控制住了 只要烦恼一控制住 在念佛功夫等级上来说 你就拿到功夫成品了 这叫功夫成品 有这种功夫的人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随时可以去 所以一般三年 人到这功夫他就走了 为什么 这世界不好玩 这世界太苦 不值得留念 他到极乐世界去 假如主上善人 祝大菩萨的俱乐部去了 到那里去玩去了 还有寿命不要了 不在这造罪了 有这个本事 三年时间 你说 他是不是应该将究竟发病 任何一个法门做不到 他能做到 这个理由就是 阿弥陀佛 这是已经称呼了 他说过去 用他的名号 来作为我们现在 修行的最初方便 我们念这句佛号 念这句话 原理是什么 原理是自他宝 前面我们读过 观无量寿佛经上讲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什么是佛 你的真心叫做佛 佛是你的真心 阿弥陀佛已经回归到真心了 我们现在用阿弥陀佛的真心 阿弥陀佛真心 跟我的真心是一个心 所以念阿弥陀佛 是念他佛 自他不二 同时是念自佛 自他也如阿 这个陈就快 阿弥陀佛